HELLO 大家好我是總姐 今天我們要出來巡台 那今天呢我們來到了 這邊是位於南投的民間 在下去不遠就是直接是 雞雞火車站的 我們原本是要去雞雞火車站 但是想說這一條是我們 蠻久之前都會來巡 那這次我們來到這一條呢 這個我心腸好像變蠻多間的 像這一間也是其中一間 那我們就來這一間稍微小玩一下吧 來吧我們來小打第一台 這個就是金剛線喔 這叫金剛線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都是線 那這個是我剛剛不小心 試一下台線就跑上去的 關它 捏 捏 嘿嘿 它有點勾住耶 欸 酒精測試儀 那什麼 就是你酒駕啊 這個我想玩 我一直想玩 我無意間發現耶 有沒有想從打線結果看一看 酒精測試 來 我們想辦法尻一個 這回去我想要玩玩看 我一直很想要玩 很想要去 試試看到底你要 喝多少 然後才能夠偵測到酒測 我記得網路上 我有看過一些文章 一些 就說好像 要到多少 好像一杯以上 還是 一瓶以上 還是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個我想要回去玩玩看 這可以 捏薄 捏薄就好了 但是我這個 帶一些過來 來 算了 我直接來吧 捏 捏太少了 再一次 捏 欸 還是太少 再一次 這樣 捏 它在吃下去 就是整個吸行甲的耶 好啦 那真的要吃多一點了 怎樣了 哇 哇塞 這個 我知道了 這些 給我下 擠好擠滿 我就不相信不能出一個 欸 快了快了 來了 它的右邊的話 甩幅就會比較難帶了 這要捏過去啊 捏一下 再捏 不錯 那回去可以玩玩看 從來沒有玩過那個 來那我再出幾條線 丟 丟 我剛剛以為要外丟耶 中了 來最後出了這條線 過不了 太長啦 是不是我要拖後面的比較好 欸 來了 這邊兩個大斜坡 對啊 細心夾 會很暴力丟 拼了 倒 拼了 倒 欸 充掉 對啊 那這個斜坡我們要不要處理看看 要嗎 就是這樣子啊 兩個插下去 欸 再一次 這一個 來 卡住了嗎 哇 那也非常不錯 這台順利很快速的直接打了三條 這個是快充線 它是6A的 然後這是iPhone使用 這個線也蠻不錯用的 它充電速度也很快 加上一個充電頭 快充頭 它就啪啪叫了 然後最主要是這個 這個我一直很想玩玩看 這是酒精的測試椅 吹氣免接觸 喔 但是你喝了酒之後往那個 偵測的地方 吹氣 它就可以偵測是否有酒駕的問題 這回去我再玩玩看 好 那這台我們就夾這樣子吧 我們再去巡下下一台 來我們來到了下一場 小電風扇 耳掛 哎呦 現在夏天到了 這個派得上用場 喔 它丟的博紋的耶 逆一下 勾 勾 勾 好像可以吸耶 是嗎 我試試看 先把東西帶 帶出來 我再捏個薄 哎呦 怎麼都進去了 哎呀通通飛走囉 二收 有了 哇 這很薄嗎 我捏再薄一點看看好了 哇嗚 這台 丟丟了 哇 丟丟丟啊 打不出來 但是應該是可以啦 可是它的那個爪力是真的很猛 來了 好 至少讓我出一個 我就不相信 二收 有了 哇 好穩喔 哇賽 我剛來一下是真底薄咧 哈哈哈哈 太穩了 夭壽咧 它保夾是490 現在雷寶270 應該我們在打之前裡面也沒有到很多啦 應該點多幾十塊至一百塊吧 哇 全飛啦 這是勒 喔 剛那一下是真的邊緣了 但是一樣脫不了 但是一樣脫不了 喔 機會來了 應該也出不了吧 呃 不知道還是我們再把後面這邊脫一下 所以它沒什麼信心呢 有啦 有啦 來來來來 有啦 二收 有了 喔 喔 哇 哇賽 這個不行啦 這個 打多少啦 這個喔 我看 那我想說那兩個可以保嗎 哪兩個 你說直接插下去兩個這樣子起來喔 對啊 鐵糖的 我看一下 390差100塊 但是是還好前面也不是全部我們打的 這個我看有那麼拼個甩打還是把它打出來就好了 不然就打後面這一個 這一個 起 沒動耶 哇賽 它是勾多緊啊 再一次 整個不會動 哇整個勾住了 我尷尬了 算了我們做飽吧 這樣還可以多出一個 老闆算出貨了嗎 我們常常這樣子勾在擋板上真的是很 很歐耶 那真的是歐到一個極致 要貼的 對啊要貼啊 貼緊緊 應該快保了 我覺得應該差沒多少了 這一百塊怎麼那麼久 哇賽超多的耶 這兩個可以保嗎 你說直接吃這裡對不對 這樣我試試看喔 下去 下去 還是啊 我知道還是我捏那個後面那個捏極致寶 捏一個角起來 它這樣往東西全部往前帶 是嗎 因為它是可以捏得到的 不然我吃要不要試試看 拍準一點 這樣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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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住 嘿嘿 機會來囉 那我就捏後面這個 走 是不是有點多 放這裡 放啊 越過了 越過啊 那接下來這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耶 是不是捏那個 捏那個起來 這個應該就直接下來 這是會不會噴 不知道 捏少一點 盡量 盡量 盡量我盡量用多的 盡量 最好是這樣 那個啊 要捏到那個頭 有 有了 有了 還好 然後那個要不要再小試一下 我們這個 既然都做滿了 這邊我們小試一下 這樣子 因為都做滿那個起來 那個應該會在那裡 幫我擋好 有了 下面那個 等一下為什麼下面那個 會浮起來啊 起來 再打一個全包 全包喔 我是覺得要捏腳 這樣子 嗯 那這個角度 好 我這個最後一腳 夾這個腳 不要了 算了 這樣也OK啦 至少我們吃了一個寶 我們那個時候裡面 雷寶也才幾十塊 大概達到四百九 至少我們寶一桌 彌補一下那個心情 那我們再去尋一下下一台 好 我們來小玩一下這一台 這一台 大家如果真的有 之前有看過這一部影片的話 那就會對這個有點印象 這是手工的 純手工的製造的一個 神教 在很久大概 應該超過一年吧 至少一兩年前 有拍過這一台 但他到現在還是擺這個 我覺得這真的蠻厲害的 擺同樣的商品擺一兩年 那是蠻厲害的喔 台性有沒有變 我就不知道了 直接彈出來啦 我推 你這個咧 這一個喔 也可以 左右拳包外丟嗎 還是逆斜甩 逆好了 逆好了 還好的 夭壽咧 以為壞了 喔 不是吧 哇 再一次 差點滾出來 哎呀 這個要下來啊 哎呀 哎呀 是不是叫 叫我在逆的意思嗎 逆起來 然後補滿了 那就這裡了 我看能不能有一個是 用技術的把它打出來 啊 技術 這算技術嗎 欸怎麼自己就脫掉了啊 過來 過來 哎唷 它捏其實它零零角角的非常的多 它隨便捏都會動 那我後面這個讓它帶過來一點 唉唷 崩啊 捏 捏 又自殺 哇賽今天是怎樣 運氣大爆棚 捏 好 那我們想辦法看能不能出最後一個就好 嗯 看這一個 因為我們已經坐滿了嗎 喔喔 中 咦 喔來了 零零角角來了 哇 有機會有機會 這個 中了 我再逆斜船逆一個過去好了 我再逆斜船逆一個過去好了 這個 中 有幾回 有了 有了 喔喔喔喔 喔喔喔 剛剛那個真的是 極限 無說最後一個嗎 好啦最後一個啦 因為它 三不五十一直這樣子真的寫沒辦法啊 你看 它非常非常現在越來越平板了 算了 那就最後一個聽天由命 我左右就好了這樣 好 之前我們打都是那個神叫嘛 但是這一次 它有放一個新的耶 這是我們上一次都沒看過的 這個算是什麼 蠻像的 看起來蠻像的 那我們這次打到一個 非常特別的 上次就是整個都是神叫 那這次打到這個 這個也是 純手工製造 然後這整體 好像還可以胖耶 哇 那這個真的是蠻厲害的 好 那我們這台就夾這四個吧 我們再尋一下下一台 一看到這個我就想要直接 直抽它的冰霸杯 喔 是慢的 是慢的 只是爪地 對 要吃多應該是可以啦 這樣子 可以 這個 出右邊的 那我就這個 這個要把它打掉 因為那個冰霸杯 冰霸杯本身重嘛 那這支是舊的那種泡管 它力道有先 我看能不能把 小壓 小壓喔 好膩的 它這個速度可能不太好膩喔 下面好像沒什麼膩 對啊下面力道不強 還是那個可以把它勾出來 還是那個可以把它勾出來 插入 起來 哇 來了嗎 來了 看能不能把這個打掉 哇 哇 全包嗎 這樣子 躺平的不行啊 對啊 躺平就尷尬了啦 對 立旋踏台 對 真的沒辦法 結果這一台我們竟然夾了一雙 拖鞋 因為沒辦法 因為它的 這一支的爪力比較有限 它下面這一段 力道沒有那麼強 所以夾起來會比較尷尬一點 那沒關係我們再尋一下下一台 好 那我們最後呢來小打一下這一台吧 這一台雖然筷子插得有點 密 有點密集恐懼症的感覺 人家通常是插個一根 三根 旁邊五根幾的 它是 這個起碼有個二三十根吧 有點夭壽 但沒關係 我們看能不能把它出個幾樣 起來 哇 那個摸不到耶 對啊 它有放那些 那個小到那個真的抓都抓不到的 現在除非是真的我要自己捏得很準 捏在那個 頭 嘿捏在頭 有 哇賽 你這樣還有辦法掛著 嘿有了吧 對啊這些總會出了吧 我們先把這邊鋪滿 沒鋪 我想它鋪滿之後我再拖那一罐 不然那一罐下去就是一個洞了 應該這邊都是必出 還有那一罐我相信應該也是必出了啦 脫一下就好了 對啊 下去 欸 擋住了 沒有 它如果是躺掉平的就好了 但是 沒關係 不一定可以直接越過 來我們先出貨 欸 這個先洗衣精 先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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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 把它壓下去 對 來了 有了吧 我就不相信你回得去 嘿 嘿 出兩個 沒錯 只有出一個那個啦 品客啦 欸 我們那個先不碰 這個 過 欸 兩罐 就這兩罐了 先出這一個 抓不住了吧 哈哈哈哈 突破了吧 全包就好 全包就好 它那個 太重了 哇 叫我捏頭的意思嗎 捏 哇 哇 丟得回去欸 對啊 起 哇 應該能勾到它了 對啊 勾 這個有點極限 再一次 有了 哇 踩進去 最後 最後30塊 這個真的不行 有了 還沒起來 哇 我已經插到最深了耶 有了 不行 爪力不夠 這樣啊 有啦 繞起來了齁 那你剛剛怎麼不包就好 你現在先不要吵我 哈哈哈哈 我先把這個出貨再說 有了 好了 有了 好了 真的是因為它那個 它爪距 爪距剛好有開 然後下去那一段 可能力道也不會那麼強 所以一直滑一直滑 還好最後順利把它打出來就好了 它那個沒有封好啊 哇賽 它那個整個灑在裡面耶 這也不是我願意的囉 因為它掉出來 你看就這樣子了 哇 這一罐是傻眼的 那我們就這樣子吧 你看我們夾出了兩罐 還有一個品客 但是結果有一罐 它掉出來那一刻 可能它的頭 雖然有用膠帶封 但是可能沒有封得很死 沒有黏得很緊 很密這樣子 掉出來它頭就掉了 然後它現在灑在裡面 還有外面還灑了一些 哇那一罐我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了 然後我們想要秘密看台主 但是這個台它那個上面 連個電話啊 聯絡方式都沒有 好啦那就算了吧 因為我也不想要為了這一罐 你從那個台中要開到南投 光有錢你就買了 但是想說啊算了 既然遇到就遇到 但是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釋懷一下就好了 然後這個就讓那個台主 來看到的時候 讓它自己親吧 也只能這樣子了 那這一罐的話 我們就不計較就直接就這樣吧 好啦那就這樣子 那我們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這次我們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這樣子滿滿的 算滿嗎 好像 還好 這一部 其實算是滿空虛的 因為東西比較不大 小小的 所以東西看起來比較少一點 但也不錯啦 至少我們整齊出貨感滿滿的 而且打的東西非常多樣化 又有耳掛式風扇啊 又有神叫 還有這一次 非常不一樣 有夾到一樣東西 這個到底是什麼 我也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看上去 小幫手說這個是倒水的 水嗎 就水上來 但是水上來的話 它應該要做一個那個 可以水這樣一直拱上來 但是這個上面 有一個這個漏斗 就是這樣放東西 好像可以研磨 然後這邊 和米 對 應該是研磨米的 有可能這邊米進去 然後這邊研磨 這邊是殼啊 這邊是那個米 有可能倒米這樣子 有可能有可能 這很有可能 雖然實際上 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不太清楚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抽獎抽這個吧 這個是手工的一個 手工藝品 那這個的抽獎方法 還在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謝謝你們拜拜